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重要是好吃 安美哥说吃便宜的东西 看他很生气 小瓜转中快点来看 看之前要三年 安美哥 现在的便宜的东西都拿了选题 让一条生路走就好 阿星爺你误会了 今次就会遇到你了 一定適合你 别走 大排档 猪煲 铁板 狗黄肉丝尖面 这不是全部你都喜欢的吗 走 吃快餐 当然不是 有隐藏菜单 你猜不到我 15元的菜 你先看看招牌 你相信我吧 你会饭的 我们在哪里吃 我们在外面吃 你不要以为10元 3个菜 12元4个菜 我就用这些去打扮 我给你50元 让他吃 对 让他放题 自己打扮 不是的 我看到这张菜 有隐藏菜单 对 市场比较高 20多元 当然有50多元 你又说有煎面 对 老师煎面 还有一个湿炒牛河 这两个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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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广州都没有濕炒牛河 煎面炒 面炒得好 都未必会有 可以的 可以 可以 这一箱走水车 我请你吃饭 你买这么多东西 对 随便 一箱一箱 一箱一箱 我叫饭给阿伦 他没有饭不行 这是饭桶 这家 有没有吃过 吃过 快餐还是吃菜 快餐 快餐 你手保 你吃饭了 一起在家商费 把单单留给你 师傅 煎面和牛河 要多汁 要多汁 这样才好 你喜欢多汁 你不喜欢 你喜欢什么 这一箱十几十年来 这个师傅每个都 对它很美味 好香 哇 好香 哇 这个我很有回忆 这一箱子 开锅有奖 开锅有奖 再来一班 哈哈哈哈 你变成公亲王 哈哈哈哈 你切到我 最重要是火咸 太大又不好 自己做了火咸 太大又烤不完 又没有什么薄 嗯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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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人喜欢的 真的 干炒牛巷 我会觉得 热气 濕炒不热气 嗯 很满足 很满足 这个汁是甜甜的 又没有加蚝油 又要加蚝油 有点蚝油 也很鲜 但是我小时候吃过的 濕炸牛巷 不会加色 不会黑纹 即是黑纹 我们叫白芡 好吃的 其实我喜欢吃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 都会炒到五五六 不是这个样子 不是这个阴随 又滑又香 这些河粉有味道 哎呀 老人家小孩都很喜欢 你见到有烤饼 它先煎河粉 再加一点盐,最后再加上蜆 肝炒会更香,肝炒会更滑 所以你喜欢更香还是更滑? 我两样都要,选择只会给小朋友做 你对,我们看天气,看口味,看干,看湿,看你对 很够的,我说风继续吹,那些煙都会吹起来 表面没有太多汁酱,但油很够,很干,没有油,没有汁水 很多时候油会浸起来,很重要的,烧肉,冬菇那些,鸟头都会放 真的黄善要放烧肉吗? 真的黄善要放香味,黄善的肉味不浓 这是生炒骨,生炒和咕噜有什么分别? 生炒骨是肉,生炒骨,也是排骨 都是这样,要用油,一样要上粉,上蛋浆再上粉,再拉油,炸脆 但是排骨很难,很难选择排骨是脆肥的 你干脆的排骨做不出口感的,这块是骨 上到这里这么厚的肉 那是什么?厚排,肥排 所以选择食材都很重要 哇,还有一个,煎面 这个煎面,好像是这种煎面,是不是公仔的面 不,这里是用家姓面 是家姓喜欢吃的面 今天是你生日吗? 你带了这么多的 有没有红包,有红包,有红包 生蛋糕 不是老人家生日,给我们年轻的吗? 说你一点 把它淹碎,让它沾到下面的汁 调调,掛着汁就漂亮了 狗黄肉丝煎面的芡,一定要赚两滴绍酒 这个是没有酒香的,这个是有酒香的 为什么它不可以加酒香呢? 不知为什么河粉的米味,一加酒就会变怪味 哇,好吃,好吃 这一层皮,好像炸均匀 那层面,这个煎面就够了 这个煎面就够了,有点惊喜 因为它比较酸化,我喜欢更脆的 这个是我的死狗,这些肉好像有点多余 嗯,很美味 浸泡这些面,或者七八十度的水浸 刚刚散开,用手指头捏那条面 手指头捏那条面 手指头捏下去,它不实心,就够了 如果你捏下去,很容易捏下去,就过滑 过滑,很难炸得脆的 炸面的油温就讲究 你吃下去没有一口是有油的 这就是师傅的 又脆又酥,但又没有油 Smé 2023年,暂时第一吃 This happy 아버alth 今时,这个铁� sofa 就是牛的形状 为什么牛的形状 因为那一段时间 在广州人很喜欢吃铁板黑烧牛牛 无论是切片或切片 每间都做 有人会做铁板 做牛的形状 这个铁板应该有20-30年 今天我们又坐在沙滩镇 摘桌子 居然有大支玻璃瓶 4瓶的菠萝啤 4瓶的汽水 2瓶青瓶 2瓶啡瓶 没那么复杂 你猜猜猪吗? 这个袋子很好看 我的袋子很好看 4瓶 菠萝汽水没有酒精 这不是啤酒 你知不知道 这样吗? 摘袋是有用的 对,圆柱的位置 是的 我们小时候的回忆就是这样 开啤酒也是用桌子来开的 还有用火机 也是这样的 干杯 新年快乐 菠萝汁 这是菠萝汁 来的 超爽 一口气 可能会轻凍 很够味 它的汁也很有特色 这个酱是深色一点的 红色一点的 是用过什么? 鸡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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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蚀 我也是严重 希望我们的 麦厨师烹饪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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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应该颁奖给这些师傅 是的 还可以这么坚持 做了几十年 这些味道 你坚持一件事 还要做那种味道 很难 炒死它 又炒死它 九王炒滑蛋 凍了也很好吃 又是全宗的味道 蛋香味很足 说粗话吧 听到 哈哈哈哈 好吗? 白鸡蛋 哈哈哈哈 在骑柳下面 吃着一些好地道的 广州美食 是见少卖少的 很多年前已经说了 见少卖少的 少不重要 是否真的好吃 是的 试一下 或者可以让它更大 可以多些人过来试 做更多的 炒死它 炒死它 就是炒死它 我们炒死它 的意思就是 将这一份东西可以延续下去 嗯 就是炒死它了 最好炒到我儿子大 都可以吃得到 一代寸一代 这些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几十年都不变 一吃这些 就是那些回忆 做得一枕一枕 读书的时候 到处出来做事 当然都不是这样的 没有那么豪华的 大哥 今天 没有那么多 一人一碟就行了 这些 鬼上牛河 哈哈哈哈 一人一碟 那时候又要夹钱 那时候我们还没认识曾老板 这样的吗 只要认识曾老板 在我脑海里面多了两个词 是从来没有过的 叫经费 就叫经费 是的 虽然都要走着走着你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长进 肯定不找回升级酒店 跟大家介绍一下 下次吧 叫不叫你了吧 当然叫 你不叫我不开心 或者叫你 你带队叫不叫我呢 都好 我都要看着经费 那不是经费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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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再次撒一趟 我订房 那我就背了 有事吗 我找到经费酒店 下一天 你先打开点 是的 你打招呼 不算走得很突然 不会不会 我们有经费 我们来忙 好 好,你说吧 下次见 下次见,拜拜 拜拜 这些东西是1997年 哇,这些东西很好吃 都是以前的老广州 烧野大排档 是,没错,是低消费的 很好吃 这是低消费 做过这么小的店银子 不做大一点 做到,整个店银子都知道 有时,一百两厘袋都被人家 那你在附近找一间大奸 可以休息 现在我们都要休息 那师傅又不做了吗? 他做了几年左右 那怎么办? 有没有人接受? 年轻人不做 很浪费 我们两个儿子都不做 其实很划算吃老广州的味道 现在很少 如果我们这代人 不做就不做 不浪费 没办法 你现在的下一代都很辛苦 第一,赚一名 第二,比年贵的租 升租 就比较艰难生存 是 加上现在都很给面 多谢陈冠大哥 多谢陈冠大哥 开了几年 如果这些小孩子 或者其他 师傅 哪个肯做就做 不肯做 师傅多少岁? 我现在是六五年 我说六四年 他要求 我觉得做的 谁要请你? 自己开 自己开都没力气 我今天是很开心的 当然跟安利哥 但我吃了一些很老广的传统的味道 很棒 在这个氛围之下很开心 但不开心的是 知道他们做多几年之后 他们这一派可能就会消失了 就会很... 心里不知 很啰啰的感觉 不得吃了 又怎样呢? 我替他担心 当然希望他生意越来越好之余 他们又可以换一间大一点的 让多些人可以享受到老广的味道 但同时 在街边大排档这种风味 老广的味道 怎样又可以保存 相关部门真的帮我们想想 让我们这帮老广的味道 让我们可以享受老广的味道 好吗? 但很不好意思的是 我们之前来过 我们看到他表面写着一间快餐 我们就放弃了探店的想法 后来问老板 原来他说 因为这附近有不少的属叔叔阿姨 所以他们很... 单身 所以他们这些快餐 其实 就是给他们吃的 老广家有时有很多过因 有些妻女又说不同的地址 又说不回来吃饭 反正你看到那些阿姨 以前很多 还有那些阿姨 这些有烂煮 这些又说 田冷 这些又说便宜 十元鸡 你个人 你会见到十元鸡 买菜都不像 有些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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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对啊 最近很多人吃的 但最近很差点 可能日前都差点 是希望他们可以 都可以一个 比较优惠的价格 可以去吃到一些美食 所以我们 都很不好意思 对啊 你这东西好吃的 希望我们加油 好 这里是槟城 不同频道 怎样关注 下次更新 大家就不会错过 好